熱巴市場的騰訊餐餐仔粵問首日割牌 還簽率只有7% 省戶一手難求 開市高見90元後 迅速漲破百元關 股價曾高達$101 比招股價55元高一倍 認真和味 有貨高不高 無貨追不追 相信是股民最關心的問題 一材正香研究部總監Stanley說 長遠看好 因為股值上是比較高的 但本身是神股 很少說公投結法是一定是強的 所以大家有波動性比較大 純粹基本給大家看 我就不記得大家高追 未有貨追不追不追 就不需要急著 因為有問題那麼多 搞得他有騙高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有短線 可能股值忘了你的錢 但是長線 我覺得是值得去 就是有機會 可能你說自己是過拉托的時間 甚至是原則出來是OK的時間 才最後有再追不及一次